這個比較清楚 歡迎主持 不好意思 其實剛才有崔蘇欣說 這個部門他沒有去 這方面就是 看到日本這樣先進的國家 但是這次的孫子已經過到 現在一定是十二月的問題 其實他還有很多事情幾乎沒有在做 甚至是束手無策 這就可以看到他們是民族性的關係 才可以說很多八歲大就很少 要不然大家 這個待會當然會不會說 他剛才一句話說 他們的豐田或是一些公司 是種災區 但是他們的人都沒有策助 為什麼? 他們的種裁清楚就來講 說我也很害怕 但是如果我們都走 我們在日本的經濟就倒了 不然就大家恐慌 所以他們現在是這樣做 我們台灣老闆就這樣 所以看起來我們台灣根本進不起 這種事件就對了 那和他們和他們先進 而且是他們輸出了我們台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有很多問題 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動作 我們今天 當然 有一部紀錄片 要讓大家分享 這個紀錄片 我敲好一下 馬上來開始 我想今天應該是大家 都唱到這部紀錄片來 但是 不知道有我們 唱到這個 慕名這個 那個導演來的 沒有這樣 我們如果說最近 秦英雄 房間 流言說 什麼 台灣第一路總統 候三人有 抱歉 人家也有一位 台灣第一路導演 看起來 後面你們怎麼一隻眼都爆滿了 漂亮 這麼多 其實 台灣要 對這個 協明電腦的問題 甚至是 跟這個 社運街在打拚 都僵做導演 我想真的 在庭院 他可能是為了一個 這個時候 你就要坐下去了 啊 那個電腦就坐下去了 那個電腦就坐下去了 你怎麼稍微塞一下 好 感謝 那 這個 過去 其實 從我們社運 裡面 很多 尤其是要做這個 環保 這件事 是所有的運動裡面 被練下去 要看到成果是最不可能 所以 運動裡面 很想人 來來去去 但是 這幾年我覺得 最感動的是 欸 女俠四鏡 又對了 所以 我開 開桌子十二年 又看到他十二年 又是這個 感動的 沒有沒關係 也繼續在打拚 也繼續在做技術 也繼續在做運動 這次 他們特別安排說 要來這裡放 這部 當麥 隨北歐影展裡面 很穿的一支 有很多種 聽說 過去 無關是要出DVD 還是要來台灣 很多 對放映的表情 都開得很大 沒想到 他們其實對這個 緩和團體還蠻認同 這次 他們就來辦這個巡迴 就是 這部合理到永遠 那我想 除了拖 時間拖到 現場已經爆滿了 好 這時候 我們就請 動演來分享一下 來來 請 各位好 謝謝今天大家晚上來看這支紀錄片 那也很謝謝洪雅書房 這次我們在推這個紀錄片的台灣巡迴的時候 我們洪雅書房的國姓很爽快的就說 好沒問題今天就來辦一場 很感謝他促成這個我們這個嘉義的放映喔 那這部紀錄片呢非常難得 那他這部片是那個丹麥一個導演拍的 那他是去年是很新的片子 去年呢他在歐洲推出的時候呢 得到歐洲好幾個各大影展大概二十幾個的獎項 那他也是瑞士真實影展的首獎 所以其實去年這部片在歐洲是非常紅的一部片 那這部片內容是講什麼呢 他是在講核廢料廠的問題 那這非常難得的 因為其實核廢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那通常我們大家是討論 但你很少會真正的看到 那這部影片是 等於是世界上第一部進到核廢料廠裡面拍攝實況的影片 那目前現在北歐也只有丹麥跟芬萊正在蓋 我們現在大家最頭痛的要放萬年核廢料的核廢料廠 然後還在蓋還沒蓋好 那這個導演呢他去到這個地方去拍攝 然後去拍一些建造的科學家去訪問他們 然後獲得了這個第一手的資訊 然後來探討核廢料的議題 那這部影片呢其實之前是我在 我們台灣的一些影展的場合看到的 那影展我們都知道他就是放只放一兩次 那我們覺得這片實在太精彩了 覺得只放一兩次實在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怎麼讓這部片 你給更多朋友看到也是在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就就開始跟這個北歐的這個導演 通Email就問他說有沒有可能 給我們版權讓我們在台灣放 然後談了很久喔 這個導演版權都很貴喔 因為他實在得了很多獎 都談不下來 後來我說我們是這個台灣的 就是一直在反核的環保團體 欸後來導演就說既然這樣好吧 就幫助我們 所以我想說就可以讓我們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在台灣放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這個機會在這邊看到喔 非常難得喔 那也很感謝大家今天來看這部片 我想這部片會讓大家真的會耳目一新 也會看到你很震撼你從來看不到的東西 那包含這個導演的拍片的風格跟美學也非常特別 所以他不是怎樣在講環保音 他在拍片的風格上也是屬一屬二的 那所以等一下拍完之後呢 很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我自己也是拍紀錄片的 然後我也是在做環保一體的 可能我們可以從這兩方面 一起來分享一下感想 那所以這個片子呢全長75分鐘 那等到影片放完之後呢 歡迎大家留下來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 有什麼人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要放進去 理解和清楚 好 了解和清楚怎麼可以看 沒有嘛齁 好 這樣開始 來 衛星座準備了 都沒有啦 對